朋友们好,我是猴子,这里是大连的八旗留养院 面前的这栋三层别墅建于1925年,距今已接近100年的历史 当年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房子总共有295平 这里曾是大汉间郑孝区的住所 此人曾是维满洲国总理和文教部部长 一心辅佐溥仪,妄想再度称帝 在出任总理的两年多时间,就是住在这栋房子里 此外,郑孝区还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写的一首好字,最有名的一幅字应该大家都看过 就是交通银行四字,正是出自郑孝区 当年,交通银行的首任董事长张俭 花了4200元的润笔费,找到郑孝区写的 这四个字也一直沿用到今天 这个牌子上也写着郑孝区楼,并有简单的介绍 当年,日本人为了拉拢他和溥仪,为郑孝区盖了一栋别墅 这是别墅的正门,是有一个门廊 现在这栋房子目前应该是空置的 大门都是锁着的 这是一个圆形的眼窗 窗上还有十字窗格 由于这个房子是建在坡上 下面的这个一楼看起来像一个半的地下室 一楼的墙面都是铺的大块的岩石 这栋楼的外观是有修缮过的 二层以上的墙面这种小的碎砖都是厚铺的 这一侧的墙面爬满了这种藤蔓的枯枝 窗也更换过 原先应该是窄的这种格子窗 现在变成了塑钢窗 木制的坡屋顶 屋檐外身比较多 这是房子的北面窗都比较小 周围的环境非常好 夏天也是绿树成一 西面的这一侧山墙能看到明显的这种日式的木条装饰 现在看起来房子显得有些破败 倒退一百年 当时可是门客中毒 无论你曾经有多么风光 都会有落魄的一天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